各位伯父大家好我是Herry 那今天我們來跟大家開箱一支我最近新入手的腕錶 那這個是由我好朋友這個Eric Yeh所創立的品牌叫做Havang Tuvali 我們已經有多次介紹這是一個台灣品牌 那這個品牌的名稱來自於這個 我們講原住民的話呢叫做所謂的路德黃昏 那基本上其實是一個狩獵的時間 狩獵的時機等等 那這個Havang Tuvali在國內它其實創立了有一段時間 我記得沒錯的話應該是有五年以上的時間 那我們可以發現呢 Eric持續都會推出一些不錯的一些腕錶系列 那除了最早它推出的Squadron 1 還有之前它推出的這個溫度系列之外呢 它最近呢又做了一塊很復古型的腕錶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這個裡面有哪些東西 首先是腕錶一支 接下來它還附了一條這個Mesh 我們講的這種米蘭袋 可以來做一個替換 那這張是它的寶卡 這張是它的寶卡 有寫了這個你購買的時間等等 好 那我們仔細來看一下這支腕錶 那其實這支錶它其實Size不大 Size其實不是很大 大概是37mm左右 37mm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外型很復古 首先你可以印入眼的是這個 這個是貨真駕駛的壓克力玻璃 這是膠質壓克力玻璃 這個是用在早期70年代很常見的一個壓克力玻璃 那這個錶殼呢也不是現在的錶殼 這個其實也是當初70年代的錶殼 所以庫存的錶殼放到現在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整體狀態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是一個復古的錶殼 搭上復古的壓克力玻璃 那居然這麼復古它本身的機芯呢 這個是一個實心底盤你看不到 它這機芯是用FHF96的機芯 它本身也是一個當70年代很常見的一個手上鏈的機芯 那這個機芯它是慢白的18000轉 正平18000一個小時 然後它本身具有48小時的動力儲存 所以它本身也是一個很復古的一個款式 那這個面盤呢其實也是搭配當時的 那只不過呢有在做重新的印字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印這個Havon2Body的一個Logo 然後上面有寫一個所謂的手上鏈 Manual Widding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石標 這石標是真的很特殊 這石標是用這種我們講的那種低溫發狼漆塗上去的 它並不是這個金屬的石標 它有點類似像這個樹脂的一樣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我們講的灰面 配上這樣子綠色的一個 我們講的這種樹脂的一個石標呢 其實真的很漂亮 它其實看起來有點像發狼燒製的 它其實不算是一個我們講的塗 塗上去的一個樹脂的一個石標 那整體來講搭配這樣銀針 以及這樣子我們講的這個灰面 這個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打配 那所配置的錶帶也是很柔軟服貼啦 你可以看到一樣是水泥灰的錶帶 配上水泥灰的車線 那其實一樣 那背後呢為什麼要相牽一個這個 我們講的這種古代的一個 我們講的一個就是我們講的老硬幣呢 這是一角一角的老硬幣 這個是民國56年 民國56年所生產的一個硬幣 它其實就是要呼應在它當時的年代啦 一般1970年其實大概就是我們民國的59到60年 所以那時Eric呢也非常用心的去找了這種老硬幣來充當它的後底蓋 他把它貼在上面當作一個裝飾品 那其實呢這個如果說你本身也是這個560年代的人 你就可以跟Eric討論說找一個你出生年的這個硬幣把它向上去 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回憶的部分 那另外其實這整支錶呢你都可以跟Eric呢去討論定制的部分 包含面盤的顏色你也可以做修改 包含石標的部分 甚至包含紫針你都有一些金針啊或銀針的一些搭配可以選擇 那主要是可以更改面盤的顏色 以及石標的顏色你都可以去跟Eric做進一步的討論 那這支錶定價其實不貴 在官網上呢大概售價是10800左右 你要想一支一萬多塊的錶 搭配復古的手上鏈機芯 使用復古的外殼跟復古的真主機面盤 最後還可以做個定制 這樣子一萬八千塊 一萬零八百不是一萬八口誤 一萬零八百塊的定價真的是便宜到爆 真的是便宜到爆 他還搭配了一條這個Mesh的錶帶 給大家做一個置換 所以我是覺得其實如果說本身呢 你覺得這個錶鏡不會太小 3637其實很適合目前亞洲男性來佩戴 而且你看這個錶殼 這種延伸性的錶殼呢 它其實的覆蓋面積比單純圓形的來大 所以說它雖然是36到37的一個錶鏡 它其實戴起來不亞於我們講圓形38的一個視覺效果 而且你看到這個錶殼做的有靈有角的 而且加上架子真的是非常便宜 我是覺得真的是可以定制一個啦 如果說你本身對於這個手上鏈 很有情有獨鍾 加上你對於復古情懷都是很喜愛的人呢 不妨就可以跟這個上哈巴圖王裡的官網 去跟Eric商量訂做的一個事宜 或是直接連到我們Linked&Tag的網站上面 也可以直接來這邊下單訂購 謝謝大家 掰掰